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 昨天晚上出席嘉义同乡会活动 在台上喊动算的时候 却被当场制止 整个场面是相当尴尬 而身为嘉义人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今天受访的时候也喊话 嘉义人要疼惜自己人 不过向来力挺绿营的宜兰同乡会 总会理事长陈燕飞 他日前出席侯友宜的行程 也被解读是拔装成功 对此他今天上午则是跟林佳龙同台 破除传言 宜兰同乡挺林佳龙后援大会 关键人物陈燕飞亲自出席力挺 破除被拔装传言 八月底替侯友宜站台 一度引发轩然大波 这回陈燕飞队伍站定位 侯友宜真装脚暂时落居下风 我非常敬重我们陈燕飞 他是我们新北市的实证顾问 对啊实证顾问又怎么样 我也会拼 对对对 这个实证顾问 我听刘锡坤啊 同一条船了 因为我们两个通年乱学吗 把装成功 只是前一天嘉义同乡会活动 林佳龙台上直接被制止喊 冻算 原本要趁嘉义人侯友宜 忙台风无法到场时刻来霸装 林佳龙这局略显尴尬 因为有名义代表 他热情过头了 他会喊出冻算 事实上他们主办单位都有跟双方面沟通 就是以加油在台上 在台下你要冻算就自己去喊 嘉义人有一句话 家义人 听笑自己人 嘉义宜兰征同乡会 乡亲支持 喉咙这回 已胜已败 守住基本盘同时 却也难以突破 对手地盘 继续同乡高梓瑶杨月达新本市报道